火箭女孩与大贝西三怪物 不好了 史密斯侦探说 那只怪物会毁了美罗城的会展中心 我们必须 火箭女孩 罗西落在了美罗城会展中心门前 大楼的屋顶不见了 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和砖头 人们正往大楼外面跑 怪物 吃了我的花 一个男人喊道 怪逃命啊 一个抱着空花盆的女人大喊道 好 大地震动起来 一道影子遮住了会展中心 一只巨大的怪物站在大楼后面 怪物有一条长尾巴 身上还有绿色的鳞片 看起来像一只巨型爬行动物 罗西 罗西咽了一口口水 怪物比我想象中的更大 怪物把爪子伸向会展中心 掏出一把玫瑰 吃掉了 怪物打了一个大宝格 然后转身 然后转身离开了会展中心 怪物用鼻子闻了闻花园里的花 然后把它们都拔掉了 它继续往前走 我得阻止它 罗西说 它正往玛拉家 坐在的小区走呢 罗西快速追向怪物 嘶 罗西的眼睛里发射出激光 但是激光又被怪物反弹了回来 怪物转过身来 噢 怪物把罗西拍进了屋顶 怪物继续往前走 一边闻一边吃花 在玛拉家的后院里 杰克 特勒尔和玛拉抬头向上看 哇 杰克叫道 好大一只怪物 特勒尔叫道 罗西飞在怪物后面 我眼睛激光不管用 它想 我要想个别的办法 它发现了一个大水箱 举起来快速飞向怪物 你们看 玛拉叫道 火箭女孩 罗西把水箱砸向怪物 水箱破了 水 水 泼在玛拉 杰克和特勒尔身上 噢 坏了 罗西想 怪物现在生气了 怪物跑向罗西 想要再一次打它 罗西躲开了 哈 罗西说 你打不到我 啊 怪物扬起了大尾巴 把罗西打出了很远 罗西砰的一声 掉到了城市另一边 罗西快速背回玛拉的小区 怪物正在往山那边走 咚咚咚 山在晃动 一块巨大的石头掉下来 向山下滚去 又一块石头掉下来了 接着另一块也掉下来了 很快 很多石头都快速地向山下滚去 山下有很多大楼 坏了 罗西叫道 这些石头会毁了美罗城的 火箭女孩与大贝西四纽特教授 我得拦住这些石头 罗西喊道 巨大的石头飞快地滚向美罗城 罗西用眼睛向山脚下发射激光 轰隆 地上出现了一个大坑 石头滚到了山脚 掉进坑里 好了 罗西欢呼道 那怪物 那怪物去哪里了呢 罗西飞过了一座山 罗西终于发现了巨大的脚印 他跟着脚印穿过山谷 绕过了一座高山 突然 罗西停住了 他听到了滴滴的笼笼声 好像有人在打呼噜 他飞过另一座山 看到满地的野花 怪物正趴在草地中央 睡在一栋大房子旁边 一个男人正站在阳台上 他对着罗西眨了眨眼睛 你是火箭女孩吧 罗西点点头 你是谁 我是纽特教授 男人说 我是研究爬行动物的 你为什么来这里 罗西很疑惑 你认识这只怪物 它不是怪物 纽特教授说 它是我的爬行宠物 它叫贝西 贝西 罗西重复道 纽特教授点点头 我生日的时候 朋友给了我一个 神秘爬行动物的蛋 当这只蛋孵化以后 贝西出来了 他笑了 我没想到 它会长这么大 罗西皱着眉头 纽特教授 贝西差点毁了整个美罗城 天哪 纽特教授说 它一定是闻到花盛的花香了 他看着那只巨大的爬行动物 贝西非常喜欢花 他一般只吃这儿的野花 我觉得他是想吃一些没吃过的花 他做了哪些破坏 罗西把贝西所做的事情告诉了纽特教授 教授惊呆了 天啊 我得向波罗姆市长道歉 从现在起 我让贝西只待在这儿的山里 唉 贝西很可爱 不过 他会惹大麻烦 你们还在玩飞盘吗 罗西大声问 他走到玛拉家的后院 到处都是水坑 玛拉和杰克全淋湿了 没有 杰克说 刚才有一只巨大的怪物 玛拉说 还有 火箭女孩 把水泼在了我们身上 罗西笑了 特勒尔 不是说想去水上乐园吗 特勒尔呢 特勒尔从灌木桶里跳了出来 他拿着用来浇花园的水管 抓到了 他叫道 把水浇到罗西身上 喂 罗西惊讶地叫起来 但是 很快 他就和朋友们 一起笑了起来 这么热的天 水凉凉的感觉 好极了